你再错过就不再 你如何回忆我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小节 第一小节前面有个二分休止符 空两拍 然后是一个负点八分休止符 它是空了四分之三拍 所以说咱们要在第三拍的 最后一个四分之一的地方开始进 一二三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小节 第二小节有个哑音 也就是装饰音的这种感觉 好在哑音的时候 咱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前面这两个音 一定要轻一点 把重音要落在最后一个音这个上面 也就是降低到这个骚上面 这个装饰音在本曲中用了很多次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去练习 第三小节也一样 同样是有装饰音的感觉 第四小节第一拍 第八品的这个 就是me的这个音 咱们要特别要注意一下 它并不是在重排进的 它是有点lay back的感觉 就有点往后稍微拖一点 大概是这种感觉 是这种感觉 出来比卡在正牌上面 感觉要更加好听一点 第四小节有两个半音 好这边是一个双音 就是把so跟c按着双音 然后用你的无名指去积 刀的这个音 第五小节有一个 小半音的一个滑音 第二排其实它是一个切分音 也就是前面空了一个 十六音符 空 空 第六小节就是咱们要把 三菱音这个一定要卡准 好我们来到了第七小节 第七小节一开始也是一个含音的装饰音 把前面两个音一定要轻一点 我再次重复一下 第七小节最后一拍它是空了一个十六分音符 空 空 第八小节也是一样 第一个也是哑音的装饰音 接下来就是本曲最懒的地方了 初学的小伙伴或者是基本功不扎实的 弹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吃力 希望大家都花点时间练 我先慢速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运用了大量的激勾弦 首先是勾弦 然后紧接的是滑音 大家在弹这些快速的段落里面 有个好方法就是可以一拍一拍去练 画整为零 最后再结合到一起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习方式 就比如是这样去练习 好这一拍练好了 咱们再练下一拍 好再紧接着弹下一拍 然后再弹下一个 好然后再下面这个十六分音符 以上就是关于本曲演的细节教学 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画场白普的班冬 希望大家都能跟着每一期认识 最后呢 如果有想跟进一步系统学习 其他的所有伙伴 欢迎私信咨询我的 一个线上或信下的课计 感谢大家的观察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你都如何回忆我 感觉像